我今年48岁,2014年体检时,发现子宫镜有问题,人类乳突病毒,HPV值偏高,宫镜癌前病变CIN检测为二级。 由于时常运动,体力比一般人好,身体一无不适感,就没有把这病当一回事,只在家中保守治疗。 2017年再体检时,CIN检测进展为三级,医生建议我动手术。 因为担心手术化疗的庞大费用,情绪不佳,精神压力特别大,开始出现肚子痛、腰痛,及偶尔出血的症状。 病理检查报告单 我姐姐是原始点的爱好者,嘱咐我要喝姜汤、温敷及加强运动。 我因宫寒问题一直都有吃姜片的习惯,现在更是加多分量。 我发现只要情绪保持稳定,病症就会减轻。 然而到了2019年11月,症状又加重,连续流鲜血10天,体力开始下降,头晕,脾气暴躁,心情特别差。 家人送我到医院做追切病理检查后,院方建议立即手术。 但这几年,见当年一同体检患病的同事,历经放疗、化疗和各种的手术之苦伤痕累累,我还是坚决不动手术。 从原始点志工得知,运用姜粉直达患处有很好的成效,让我看到了希望。 2019年病例报告 2020年5月18日,开始用原始点疗法调理。 因为刚做完追切,分泌物和出血特别多。 第一次喷入有机姜粉,感觉特别刺痛,就连走路都受影响。 第二天,志工再次喷姜粉时,感觉好多了,分泌物和流血都没了。 之后在家每天喷两次姜粉,坚持运动,遵照原始点调理原则,症状逐渐改善。 四个月过去了,自己感觉身体状况良好,再去医院检查,结果一切正常,连医生都觉得神奇。 康复检查报告,希望通过我的案例,可以帮助更多人,大家都来学习原始点,人人获得健康。 感谢创始人张昭汉医师,感谢原始点志工,感谢姐姐。 Lun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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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